国家终于发话,王祖兰可能无法再出现在节目中,网友,见你就恶心大家知道王祖兰这个名字,大多数是因为他在跑男中的表现,他在跑男里揪末风趣,给观众带来很多小声,不同于别人做游戏总是十分拼命,他擅长运用他的小聪明,投机取巧, 这要观众又爱又恨,一个节目里其实需要不同性格的人来充实,有王祖兰这样的人,真是会增添不少乐趣,让节目看起来更加精彩,不过最近,有人说出了一条新规定,说是台湾的艺人,如果要来内地参加活动,限制非常多,而且别的国家的主持人不再允许来内地发展了, 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,他不能再在节目里出现了呢?有些网友直呼太好了,甚至发话说,看见王祖兰就恶心,觉得他长得丑,严矮,没有资格到现在这个地位, 确实,比王祖兰晒的有很多,而且他的身高也一直被人取笑,为什么偏偏他混得这么好呢? 他的外形确实对他有所限制,这也导致他之前的发展并不很是顺利,但是一个人走红,必然有着他的优势,大家都会觉得王祖兰是走搞笑路线的, 毕竟他在内地基本都是参加综艺节目,在观众眼里,他是一个逗逼又有点小聪明的形象, 其实,深入了解他,就会被他除了搞笑之外的东西深深吸引, 百度上,关于王祖兰的标签有很多,包括歌声,演员,主持等,其实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, 之前参加我是歌手,一度经验了很多人,大家都看过他的节目,但很少有人听过他的歌声, 撞起歌来的王祖兰,网友们纷纷表示,那是十分深情啊,和跑男女的他,简直是太弱两人, 如果他的形象更好一点,一定也是个大受欢迎的偶像了,前不久,又一当综艺很是火爆,王祖兰也参加了, 那就是百变大咖啡,他在里面的表现,又,再一次让观众人连鼓掌, 这是一档模仿节目,王祖兰他天生的幽默细胞,和模仿能力,给他大大加分, 模仿起那些熟知的影视形象,简直比原版还让人爱看, 之前王祖兰模范容嬷嬷,就让现场销声不断,在那个节目里,他也可以说是顶梁柱了,不仅个人能力强, 他的情商也是相当高,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,人脉也很广,每次记者都去问他一些刁钻的问题, 他总能巧妙的回应,让人不得不佩服,在和朋友相处时, 他也是能把对方说得满心欢喜,王祖兰是个非常励志的主持,他能到今天这个地位, 其中也是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,值得大陆的一些主持们去学习,所以网友对王祖兰说, 看见就恶心,还是很没有素质的,不过既然国家都发话了,那之后应该不会出现外籍主持了, 而且来自台湾的主持,肯定也会受到限制,其实这也是件好事,因为留给大陆主持人的机会就更多了, 大陆的主持人们特要好好提升自己的专家能力,把握住这么好的机会啊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